主料,大米80克,鸡皮排腿两个,辅料,胡萝卜一根,油菜,料酒,胡椒粉,生抽,蚝油,老抽,食盐,准备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食材,大米,胡萝卜,鸡腿,鱼菜,大米洗净用清水泡两个小时,鸡腿切块用葱姜,胡椒粉,少许食盐, 料酒抓匀提前腌子两小时,胡萝卜切条,切些葱姜备用,锅中放少许底油,放入腌子好的鸡腿煎一下,煎至鸡腿变色,加入葱姜,胡萝卜条翻炒均匀,烹入料酒巨星,倒入泡好的大米,加入适量热水,再加入蚝油,生抽,老抽,加入调料后大火烧肺,烧肺后全部倒入砂锅中, 砂锅至火上,小火焖20分钟,焖米饭的时候,把油菜洗净或水烫一下捞出,最后把烫好的油菜,满入焖好的米饭中即可,烹饪技巧, 你提前泡仪会熟得更快更均匀,但是也要少放,鸡腿提前腌制一下能去腥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我们下期再见